再有一个欧盟国家加入西班牙、阿尔兰和挪威行列 斯洛文尼亚国会星期二以多数票通过 正式承认巴勒斯坦为独立主权国家 希望这有助于施压以色列终止加沙地带的暴力行为 但是事与愿违的是 加沙地带依旧是烽火连天 以色列同一天时序轰炸加沙中南部 造成至少19人死亡 斯洛文尼亚成为最新一个任何巴勒斯坦为主权独立国家的欧盟国家 国会星期二进行投票 在90名议员中52名议员投了赞成票 由于反对党斯洛文尼亚民主党议员集体离席抗议 议案在零票反对票下获得通过 议长祖潘契奇随后宣布 斯洛文尼亚承认巴勒斯坦为独立主权国家 巴勒斯坦国旗随后也在斯洛文尼亚国会前升起 总理高洛伯在社媒X平台发文赞扬 斯洛文尼亚承认巴勒斯坦国 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传递了希望 斯洛文尼亚政府是在上个星期四 提交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议案给议会审议 希望能借此施压 以色列尽快终结加沙冲突 但前总理杨沙领导的保守派 斯洛文尼亚民主党反对 认为现在不是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合适时机 反而只会让哈马斯得逞 提议就承认巴勒斯坦国举行全民公投 并把投票推迟至少一个月后 不过却被驳回 在好消息传来的同一天 加沙地带却是风火连天 硝烟弥漫 以色列持续在加沙中南部发动空袭 夺走至少19条性命 其中两人是在南部城市拉法 帮助保护人到援助物资运送的警察 另外17人则是在布赖吉和马加奇难民营 以及加沙中部的戴尔拜拉赫的空袭中上升 当天多枚坦克飞弹 还炮轰了中部努塞拉特难民营以东的地区 四枚炮弹在马加奇难民营的一间诊所附近落下 难民在坦克炮火下四处逃亡 恐慌种子在加沙地带挥之不散 加沙冲突发生至今 战火已经造成360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6个时论 7个时论 6个时论 日这顺眼 设置 8个时论 María 8 seventh 81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